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現在把中國大陸 當成最大的假想地 因為呢 美國方方面面都遭受到 中國大陸挑戰嗎 尤其是中國大陸可是在慶祝國慶 各種喜事接連而來 對比美國可以說是一團亂 您覺得美國所領導的單極世界 是不是已經終結了嗎 來聊天室 想想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了 中國大陸在全球創新指數上 持續的排名往前走 以創新能力還有產出為基礎的 經濟體的年度排行榜當中呢 中國大陸是從132個經濟體當中 排名第11位 是唯一進入前20名的 中等收入的經濟體 在這個指數呢 對世界百強科技集群的排行當中 中國大陸還首次跟美國持平了 各自擁有21個頂尖的科技集群 好 中國大陸崛起了 國慶就成了展示國力的最佳平台 譬如說來看到 中國大陸自行研製的中短程商用幹線 大型的客機C919 不只獲得大陸民航管理局所發的合格證書 獲得正式加入在大陸航線運營的相關資格 好 奈吉利亞也想要訂C919的客機 德國 美國還有泰國就已經下訂的C919的客機 好 那在太空方面也來看到 譬如說神舟14號的航天員成組 送出了國慶的祝福 這是大陸航天員首次在空間站 為新中國慶聲 好 另外孟天實驗艙也要在10月升空 北斗衛星現在也有好消息 北斗衛星日定位量 首次突破了1000億次 那麼多 在軍事方面也非常多好消息 譬如說來看到 大陸的海軍慶祝了所謂三航母的時代來臨 好 為了應對美國核威者 譬如說大陸也展示了少見的094A型的核潛 它能夠搭載更強大的巨量三型的潛射導彈 射程來到12000公里到14000公里 可以從南海去攻擊到美國紐約 華盛頓這些主要的城市 好 我們也來看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週年的國慶 10月1號 清晨21.8萬人 這麼多人 在天安門廣場共同見證升旗典禮 被說滿滿的愛國心爆棚 陸媒就說這是中國人專屬的國慶儀式 天色為名 北京天安門廣場在6點10分舉行升旗儀式 迎接大陸見證73週年 上萬隻白鴿飛向空中 象徵著和平與吉祥 大拼命中起居廣場觀旗 大陸各地都在慶祝國慶 當然也少不了在太空中出任務的沈週四 太空人劉揚帶著大家迎來低履曙光 同時對外宣布這個月將迎接組成大陸太空站的最後一顆螺絲 也就是孟天實驗艙 三人預計在今年年底見證大陸太空站的建成 而今年年底的喜事還不止這樣 習近平對大家表示 你們是國家棟梁英雄功臣 在你們努力下 大飛機項目取得了可喜成就 習九一九代表團接受習近平的讚揚 歷經15年大陸國產大型科技 在二十九號獲得合格證書 同樣也預計在今年年底交付首架飛機 另外根據陸媒報導 C919具備大陸境內所有航線的飛行能力 最大的航程可以達到五千五百公里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就是可以從北京到新加坡的這樣的一個距離 目前C919已經累積815架訂單 其中三十多架來自國外 訂單總金額超過五千億人民幣 且目前歐洲航空局也已經受理北京對外的試航 預計北京在二零三六年 將交付八千五百七十五架民用客機 這也代表著C919將帶來 近八兆人民幣的市場空間 記者鮮漢瑜報導 中國大陸高科技發展的讓華人倍感驕傲的 當然就是在太空領域的突破 比如說讓華人也能夠在太空領域上 擁有的話語權 我們一起來看看中國大陸的 比如說問天實驗艙完成了分離再對接的轉位 中國大陸的空間這樣的組合體 由原本這個一字型變成怎麼樣 變成了L型 那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利用轉位的機構 載軌實施大體量 艙斷的轉位的操作 後續空間站的組合體就會在這個所謂的L型 這個方式載軌飛行 等待當然就是最新的夢天實驗艙發射交匯對接 而且還會轉位形成的空間站三艙的T型 未來會變成這樣子 兩個實驗艙還有核心艙 變成T型的一個組合體 中國大陸空間站首次現在變成了一個L型的構型 就被說是用新的一個構型來迎接新中國73週年的華誕 神舟14號的陳祖其實也送出了在太空當中祝福 這是大陸航天員首次在空間站當中為新中國慶生 另外中國大陸夢天的實驗艙也會在10月的時候發射 你看問天跟夢天 未來這個所謂的夢天會在10月的時候發射 虛擬的全景圖也曝光了 它內部大概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我們一起來看看 2022年的中國數字科技館 有公佈了中國空間站全景虛擬漫遊 那有大量的虛擬的這個所謂全景圖來組成 好這個虛擬的全景圖就曝光了 夢天實驗艙內部的佈局 非常的寬敞跟明亮 你看長這個樣子 天花板還有地面是兩排的扶手 好方便航天員能夠進行移動 左右兩側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各種科學的實驗櫃 以及各種實驗的模塊 按照用途天和核心艙來看到 主要天和核心艙中間這個地方 其實它主要有兩個所謂的用途 一個居住還有科學實驗等等的 天和核心艙也有三個非常人性化的睡眠區 以及你看睡眠的地方 還有包括太空的衛生間 那航天員可以在這邊睡眠艙平躺的睡 和地面是一樣的 這是國際空間站的宇航員 所沒有的待遇 這個是天和核心艙的部分 那問天實驗艙其實被說有三個用途 你看夢天在這邊 問天在這邊 那問天拉下來看的話 它有哪三個用途呢 第一個它用來是科學的實驗 兩側都有非常多的一個實驗櫃 第二個是航天員可以在這邊短暫的居住 它是可以住的 天和是主要睡的地方 這邊其實也可以短暫的居住 那艙內有三個樹立式的睡眠艙 第三個則是航天員出艙的活動 可以從這個地方 問天的實驗艙 它包含一個氣雜艙 還有專門用來執行出艙的活動 還有存放航天服等等的 而至於剛剛說的這個夢天的實驗艙 它只有一個用途 記好了一個用途 它就是只有用在科學的實驗 所以咯 它沒有像天和 還有剛剛問天講的什麼睡眠區 沒有沒有 它就是實驗的為主 所以航天員是沒有辦法在這邊居住的 艙內全部都是科學的實驗櫃 可以進行非常非常多的科學的實驗 能夠滿足數百萬種的科學實驗 譬如說問天實驗艙裡面的科學項目 非常比問天裡面的實驗項目還要來多 因為它主要就是進行科學的 好 那這個所謂的夢天實驗艙 它總長多少呢 總長來到了17.9米 最大直徑4.2米 那這個艙又可以細分為工作艙 資源艙 載荷艙 貨物的氣雜艙這些等等的 所以它的結構滿複雜的 那這一艙它可以實現像是 設備跟載荷的自動進出艙 還可以部署非常多的科學實驗櫃 它最主要就是科學實驗櫃 我們隨便講幾個 譬如說有哪些的實驗櫃呢 超冷原子物理實驗櫃 高溫材料科學實驗櫃 還有像是兩箱系統實驗櫃 還有物流 流體跟物體 流體跟物理的實驗櫃 還有航天基礎的實驗櫃 等等的實驗櫃 至少八個以上的實驗櫃 好 那它可以進行什麼樣的一些 不同的實驗呢 譬如說像是微重力的 複雜流體研究 還有像蛋白質的結晶研究 微重力的燃燒實驗等等的 很多一系列的研究 中國大陸空間站 其實有了問天實驗艙 跟這個夢天實驗艙之後呢 就有利於中國大陸科學 快速的發展 因為地面上地球上 都會有重力嘛 而且有存在比較大的 大氣的壓力 但是在空間這個地方呢 它是微重力的環境 好 那在外太空 外太空當中是沒有氣壓的 它就可以進行呢 跟地球上完全不同的 科學的實驗 好 剛才講的這麼多 您有所謂的夢想 想要成為航天員嗎 一起來看看 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辦公室的消息說 為了要滿足呢 載人航天工程後續的 飛行任務 所以需要中國大陸第四批的 預備航天員的選拔工作 已經在最近開啟了 這一次來看到 要選拔12到14名的 預備的航天員 包括呢 像是航天駕駛員7到8名 然後還有包括 航天飛行工程師 以及呢載荷專家 總共5、6名 其中來看到呢 載荷專家2名左右 而航天的駕駛員 會佔了中國大陸的 陸海空三軍的 現役飛行員當中 進行選拔 航天飛行的工程師 是在從事航天工程 和相關領域的科研工作人員 當中來進行選拔 那載荷專家呢 則是從事空間的科學研究 以及應用相關領域的科研人員 來進行選拔當中 這一次呢 預備選拔的當中 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 統一進行組織 大概一年半左右 有時間會完成 我們一起來看看呢 這段宣傳影片 我國第四批航天員選拔 正在進行 我們期待你的加入 我們期待 同我們一到 追逐航天夢想 建設航天強國 追逐航天夢想 建設航天強國 我們期待你的加入 準備完畢竟 天理大回路 關於檢查 正常 分中準備完畢 北京明白 3 2 1 天火 起码 時代已經通通 中學雷達 尤射信號正常 有權 陶一塔分離 中空飛行正常 速飛行分離 船艦分離 回接火 開始鎖警 防天員可進入核警方 從事世界半 行動 公室 本店 的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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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空间站等你来出差 中国空间站等你来出差 好 其实这次甄选的任务 最特别就是首次在港澳地区 也有选拔在赫的专家 对此来看到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欢迎跟感谢 港府2号晚间有宣布说 会在10月6号到27号期间进行初选 而且要经由四个途径来招募 人员大概是借在30到45岁 有特定的体格要求 而且专业要求至少要在博士的学位 在专业领域不能少于三年 所谓的在赫专家 也就是说他指的是 在太空实验室做实验的太空人 我们都知道梦天他主要要做的是实验的工作 那包括什么呢 像是天文观测物理实验等等的 好 来看到香港的创科工业局长命 麦德似他特别说这些申请人 香港人朋友要听好 大概是30到45岁的港澳朋友们 另外他的男性身高必须要在162到175公分 女性则是160到175公分 申请人必须要有体格非常好 身体健康不能有过敏的体质 也不能影响飞行服务的飞行病史 还有家族的病史 被问那是否包括了感染新冠等等的呢 他说会交由 专家考虑 冲出地球 遨游天宫 大陆第四批太空人选拔正式启动 本次将领选12到14名预备航天员 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一起追逐航天梦想 为启元一年半的选拔工作 也将招募七到八名航天驾驶员 五到六名航天飞行工作师和载荷专家 其中载荷专家有两名左右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航天梦极具历史性意义 岗父将全力配合选拔工作 同时也感谢大陆作为航天强国 给香港青年的信任和机遇 同我们一大追逐航天梦想 建设航天强国 我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 正在进行中国空天战 等你来出差 神舟十四号城组构建国家太空实验室 也将进入尾声 问天实验舱采用平面转位方式 完成载轨转位 并与节点舱侧向端口再对接 使得整个太空站 从一字形朝向L型转变 9月30号12时44分 经过约一小时的天地协同 问天实验舱完成转位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转为两舱L构型载轨飞行 空间站以全新的L构型等待迎接 梦天实验舱 10月交汇对接后 L构型将再升级转位形成空间站 三舱T字构型组合体 这个月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 我们也将在太空见证中国空间站的建成 在阳光的映照下 神舟14成组也在空间站再写新纪录 成为第一批在空间站庆祝十一的太空人 记者陈里仙博了 好中美在世界上呢 谁有更多的朋友呢 也引发大家关注 美国现在被说 越来越多盟友兴起了反美浪潮吗 比如说像是由于右翼的政府 没有办法解决经济的困境嘛 所以呢在拉美多个国家 集体的向左转 现在巴西也被认为说呢 是一个下一个左转的拉美国家 这代表说会削弱 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 来看到巴西举行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次总统大选 左翼的总统候选人 这一位呢鲁拉 以及呢现任总统波索纳洛 其实得票率都没有过半 因此将会在月底 再进行第二轮的投票 在进入呢超过98%的票数之后呢 鲁拉的得票率来看到是 48.4% 超越了现在的波索纳洛 大概43.2%的得票率 但两人得票率呢 都没有超过50%嘛 因此在10月30号 要进行第二轮的投票 届时得票率最多的人 才能够正式当选为总统 如果巴西真的向左转 就将会严重打击到拜登 因为啊鲁拉虽然在 环保政策上深得美国的欢心 但是他跟古巴 尼加拉瓜 还有委内瑞拉 都是反美左翼的政权 非常的密切 并且他是大力支持巴西 参加金砖合作的国家 所以呢巴西向左转 恐怕就是拜登失去 很重要盟友的一个关键吗 再来看到美国现在 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被说 跟所谓的美国制式 跟中国方案被说 被形成了很大的对比 中国大陆跟大家经贸的合作 越来越好 尤其是呢 在经济的合作领域呢 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 但是拜登现在啊 就被说呢 好像一团乱 尤其他最近的公开演说当中 几乎每次呢 都有被说失智症的新症状 不然就是定格断片啦 不然就是呢 自转迷路 像是前几天 比如说去联邦紧急的事务馆 进行相关的活动的时候 就他离开时 又出现了一秒登出的画面 他完全不理旁边的人的说话 直接转身离开的行为 现在呢 又让他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说拜登 你到底还好吗 你怎么又失神了呢 你觉得呢 一起来聊天室 来聊聊 关注 对 我們大家也能做一些 换句lot 骔个人 这 怎么 这是 各